1947年的一天上午,宋美龄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发现自己的钻戒不见了 堂堂的总统府竟然遭了贼,宋美龄怒不可遏,令南京保密局抓捕真凶 但任凭他们将整个府邸翻得天翻地覆,就是没有找到 最后还是一位民间高手,找到了钻戒 宋美龄的钻戒是怎么丢的,挨度一下宋美龄,咱们接着聊 1947年5月3日,南京保密局接到了一个大案子,报案的正是宋美龄 宋美龄称,自己的钻戒被盗了,这颗钻戒来头可不小 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一直被他放在身边好好珍藏 却不想仅仅一个晚上的功夫,就不翼而飞了 南京保密局的人听后吃惊不已,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胆敢去蒋介石的总统府偷东西,还给顺利偷走了,莫非是共产党的人 但这疑惑,保密局的一行调查人员来到了蒋介石的总统府 蒋介石对此事也很重视,她倒不是心疼那颗钻戒,而是觉得府里的安全出了问题 今天宋美龄的钻戒能丢,明天她办公室的机密文件也能丢 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才行 保密局的人先找到了蒋家的仆人,向他们了解了情况 仆人称,他们翻遍了整个家,都没有看到夫人的钻戒 这颗钻戒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保密局一致认为,能做到如此悄无声息,只有可能是内鬼干的 在经过简单的排查后,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女仆陈亚丽,她是宋美龄的贴身女仆 可以随意出入宋美龄的房间 如果戒指是她偷走的,那么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不过对于保密局的诬陈亚丽坚决不认 她称,自己勤勤恳恳的在宋美龄身边工作多年 从来没有给予过夫人的东西,是绝对不可能偷宋美龄钻戒了 宋美龄也是信得过陈亚丽的,不相信对方会为了这点赢投小利背叛自己 既然宋美龄自己都发话了,保密局的人自然不再好纠缠陈亚丽 只能将目标放在第二个嫌疑人身上 此人便是总统府新来的面点师傅,唐师傅 为什么说她有可能偷宋美龄钻戒呢? 这是因为她有足够的作案时间 钻戒丢失当晚,宋美龄举办了宴会 这中间唐师傅来过一次,很可能就是她趁着宋美龄不注意偷走了钻戒 在确定了目标后,保密局的人便将这个唐师傅带走了 对其言行口打,可任凭如何逼问 对方就是一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见过什么钻戒 最后保密局的人还用上了美国的高科技仪器测谎仪 结果竟然显示唐师傅没有说谎 这下好了,这件案子彻底成为了悬案 在不得已之下,宋美龄又请来了南京警察厅的六位老刑警 希望他们能侦破此案 其中一名老刑警在听完整个故事的经过后 读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她在检查了府邸的几个角落后 推测称,这件案子可能不是人干的,而是老鼠干的 老刑警解释称,她在府邸的角落发现了不少老鼠屎 之前也有过老鼠偷东西的案例 她认识一名民间高手,此人是个捕鼠专家 或许让她来试试,能找到钻戒 宋美龄在天后半信半疑 不过都说死马当活马一,她还是同意了 让老刑警叫来了那位民间捕鼠专家来试一试 这个民间高手还真是有一套 她在宋美龄的房间巡视一圈后 就确定了鼠洞就在床后 在将床移开后,果然发现了一个老鼠洞 老师傅在一个缝隙中撒了点药粉 过了一会儿,她跟着药粉的香气来到了一处柴房 在一处老鼠洞中找到了宋美龄丢失的钻戒 宋美龄和蒋介石得知后不知道该哭该笑 最后老蒋赏了这位捕鼠专家一摆大洋 此事才算结束 你猜到了偷钻戒的凶手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